台灣的護國神山被蔡政府雙手 捧上送進美國 美中大戰 美國要封鎖大陸華為 現在竟然還點名 有四間台灣科技公司有協助華為 美國威脅台灣企業 恐怕違反制裁條款 在美國面前 蔡政府敢不敢挺台灣企業 外界痛罵這些企業 是幫華為做廢水處理 水電管線和內部裝潢 憑什麼因為你美國跟華為競爭 就來威脅台灣廠商 倒地 倒垃圾 弄廢水 賺點小錢回來養家 還繳稅給你民進黨政府 哪一點得罪你啦 不會講兩句公道話嗎 經紀表太爛了 下台好了 你不幫我們找生意 我們自己找生意不行嗎 這哪一點是高科技 它只是高科技廠商的服務業而已 後美化你不太過分了一點 蔡政府今年四月見的麥卡錫 去年迎接佩洛西來台 讓台灣兩次被大陸圍倒軍演 海峽中線還消失 搞不見 但民進黨拼命巴結的對象 麥卡錫卻被投票罷免 創下美國史上紀錄 大廈辦公室 有人說台灣為了他們 搞到兵凶戰危 簡直甜打悲哀 當時民進黨政府把 裴洛西跟麥卡錫 當成是手中的寶貝 讓我們幾乎快要失去 我們的領海跟領空 付出這麼慘痛的代價 綠媒天天狂宣傳 烏克蘭在美國力挺下 光靠無人機就快把俄軍給炸光 但真相卻是 美國培訓烏國士兵八年 洗腦要抗俄必勝 美軍卻在開戰前就全撤出 烏克蘭國土被打爛 還沒辦法加入北約 烏克蘭奄奄一息時 美國還大砍援助預算 難道蔡政府還要對百姓狂洗腦 繼續把台灣打造成烏克蘭 為了兩黨的鬥爭 就把烏克蘭給幹掉了 再多的承諾都不如 看到烏克蘭今天這麼悲慘的事實 你那麼愛美國 美國就是要你無窮無盡的錢過來 賺著中國的錢 用著中國的手機 看著中國的劇 玩著中國的抖音小紅書 還有XXXX 我要幹掉中國 這什麼XX民進黨啊 你自己去打 美中經濟大戰 連小小的台灣企業都受威脅 當蔡政府還要百姓 不准懷疑美國時 民眾想問你 是不是真的愛台灣 記得張正銘 李璇 SNG小組 台北報導